OdioJungle OdioJungle 原标题 台湾原赠友邦汉马车还包邮欣慰 称邦义又稳了资料图海外网 1月12日电台湾原赠友邦 多米尼加90辆军用汉马车 下周将运抵多米尼加 据了解 包括维修与运费约7400万元新台币约和人民币1624万元等相关费用 将全数由台外市部门做相关预算支付 据台湾亲律媒体报道 台湾与多米尼加 去年曾传邦交不吻 台外市部门负责人李大为 曾于7月释访多米尼加 台外市部门副手刘德利 也于8月采访多米尼加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冯石宽 并在去年8月访问多米尼加 涉外人士则说 台湾与多米尼加邦役现已趋于稳定 而将太旧军品赠与多米尼加一事 去年原传出原赠物品 微量加UHEH直升机 90辆卡马车 100辆机车及相关零配件 用意在于不断交保证 台外市部门周林当时驳斥不断交保证说法 并表示原赠原属于合作样态之一 台湾提供太旧军品 给友邦用于人道救援与天灾救助 是好事一桩 此前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祥对此表示 现在至少有七八个国家 甚至十几个台湾的邦交国 想要与中国建交 面对断交危机 台当局又开始使用老伎俩 蔡英文口口声声说 不搞金钱外交 行动上还是继续给友邦送钱送军备 据海外网早前报道 为了维持与伯利兹的邦交关系 台湾将提供6000万美元给伯利兹 其中三分之一是捐赠 即便这样 伯利兹也不满意 早前 伯利兹当地媒体曾撰文指出 台当局给予伯利兹的邻国 威地马拉6亿美元金元比自己高多了 直指台当局厚此薄比 伯利兹外交官员甚至表示 不希望所受到的待遇和威地马拉不同 急得台当局联盟灭火称 万事部门全年预算规模 约新台币240亿元 况且该案截至目前只是威地马拉的提案 但依照台当局拮据的财务状况 此案绝无可能 还歪网孙萌